大家好 欢迎收看订阅的财经 如果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和山寨币啊 要在接下来有一轮爆发的话 那么它的起点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叙事来刺激 美国大选如果说特朗普上台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叙事 这样的一个刺激的开端 因此呢 我们等待了四年一轮的周期 现在呢 可能是一个 黎明前的一个黑暗的一个时候啊 这一期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比特币的四年周期 与美国大选这方面的话题啊 好 正式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呢 欢迎新朋友订阅我们频道 欢迎各位老铁点赞 视频底下有很多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注册链接 都有手续费折扣优惠 也需要的老铁可以关注一下 okx有手续费8折优惠 我们呢 来看一下数据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最近两天 为什么比特币会有所下跌 其实呢 我之前也跟各位老铁讲过 既然他在跌破7万美元的时候啊 有大量的清算 那么很有可能比特币会跌破7万美元 这里面啊 有两个数据啊 值得大家关注 第一个呢 就是隐含波动率 我们可以看那个比特币的隐含波动率啊 这个指标在不断的上升 另外一方面 以太坊的那个隐含波动率啊 在最近也上升了 另外一个指标呢 就是那个未平仓的合约的一个价值啊 不管是那个比特币还是以太坊啊 最近呢 都有所上升 而且呢 上升的幅度比较大啊 就是在之前的那个未平仓的合约 从26号到那个1号啊 比特币高点的时候 达到了110亿美元的一个增幅 这样的话呢 那个比特币啊 他的一个波动就会比较大 波动大的话就暗示着比特币会下跌 当然了 那个比特币冲刺新高啊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 那就是美国大选 在美国大选之前啊 比特币不太可能有非常 非常亮眼的 比如说冲上8万美元啊 到9万美元啊 这样的一个跨越时代的一个表现啊 只有极其宏大的叙事啊 才有这样的动力 这个我在很早之前就跟各位老铁聊过了 为什么我说 比特币要涨到一定位置会反弹 呃 会回调 在那个大选之前 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他能恐慌指数啊 现在呢 因为他能恐慌指数 他受到比特币币价高涨的一个影响 啊 其实呢 呃 他的那个指标一直比较高 一直是他难状况 但是实际上还没有进入恐慌状态 不过呢 关于山寨币啊 最近考虑到现在你美国大选只有3天的时间了 这一期呢 我想跟各位老铁聊啊 就是 如果说大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等待啊 4年一轮 那么现在 对应的4年以前是2020年那个时候山寨币是 最低价格的时候啊 之后呢 有很多加密货币有百倍的涨幅 少的也有十倍啊 这个呢 周期理论呢 大家也可以看看CZ之前说的就是2024年为复数年啊 因为呢 我们 币圈啊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4年一轮的周期呢 我等下跟大家描述一下 看看那个照常鹏他的一个结论啊 就是2013年2017年是那个牛市啊 2012年是复数年对吧 然后2016年也是复数年那一年的行情跟2024年今年的行情一模一样 然后2020年也是复数年啊 2021年是牛市 然后呢 2020年的那个复数年跟今年也是非常像的 那个走势都非常像 就比特币减半之后啊 比特币开始震荡啊 山寨币暴跌啊 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2020年比特币减半之后呢 山寨币啊就跌到一个冰点呢 那个时候呢 呃产生了很多百倍币啊 就是像ftm等等啊 那个时候都是一些基本面很好的啊 那个币安投资啊 或者是上了币安啊 跌的一套糊涂啊 然后 一年之后啊 就涨了100倍啊 是这样的 甚至呃 如果你是最低点买入的都涨了1000倍啊 对吧 所以这样看的话 现在是2024年是有这样的机会的 那么为什么说这种比特币和这个山寨币啊 呃 他这样的四年一轮周期是成立的呢 有什么原因呢 另外呢 就是美国大选 为什么我认为呃 在一定程度上面有可能啊 当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可能性啊 但是最近来看啊 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激活这个加密货币行情的 那只有可能是美国大选啊 为什么呢 尤其是特朗普上台 如果说他能够上台的话啊 就是加密货币 他有周期的原因啊 就是流动性波动 媒体炒作和监管的变化 这三个原因是导致加密货币形成周期性的 比如说流动性波多动啊 其实大家可以看啊 那个最近的几年 上一轮那个美联储放水 就是在2020年开始 因为新冠疫情危机 然后呢 在这之后呢 就导致了比特币暴涨 然后呢 这一轮呢 因为通胀 快速的升息 然后现在进入降息 也就是刚好四年之后啊 那个流动性的一个波动状况啊 都从一个紧缩的状况啊 转为宽松的状况 这是形成周期 刚好是四年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媒体炒作啊 其实呢 不管是那个CZ啊 还是很多大V啊 都在聊这个四年一轮的这个周期理论啊 那么就有很多人会信 这个就是共识 是去信的话 他们就会 不管是啊 那个庄家还是主力啊 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利用这样的叙事啊 有那种拉盘的一个动作 对吧 可能会到了时候就有那个拉盘的动作 然后呢 当然还有监管的变化 这个就跟现在的一个美国大选有关啊 重点是如果说那个特朗普啊 选中了那个美国总统的话 那么这样的叙事啊 就很有可能发生 如果说他没当选的话 那我们拿着山寨币再等等就是的 我是这样的观念啊 当然了我现在开始进入了一个最后的一个买币的周期啊 其实这样的叙事啊 像美国大选并不会影响我整体的操作 我每天都买入一些加密货币啊 然后呢涨起来的时候卖掉一些啊 做这样的波动啊 各位老铁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码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insight会员群啊 或者点击啊 到这个网站里面点击指 任何一个这个投标啊都可以过去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吧 然后呢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 就是现在为什么说四年一轮的那个周期啊 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先现在美联储在释放流动性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市场情绪的因素啊 特朗普如果当选的话 他们可能会激活现在的一个市场情绪 大家可以看啊 特朗普 他们发了一个叫WL FIR这样的一个币啊 这个其实对那个币圈就有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效应啊 就是如果说美国总统当选了 然后他们发币了 美国总统都发币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叙事啊 那么为什么币圈的人啊 就是如果说是单一因素的那个币圈的投资人会支持那个特朗普呢 因为特朗普发币了对吧 那个贺锦丽呢 他没有发币 大家就会怀疑啊 他的这个承诺应该是不太靠谱的 但是他也承诺啊对吧 如果说那个特朗普当选的话 那毫无疑问啊 他已经说了要把那个美国sec主席赶下台啊 那么如果说特朗普上台这个监管环境就改变了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美联储也进入了一个宽松周期 像创新的话现在主要的是l2 rwa等等啊 其实还蛮多的 我们现在的那个行情啊 那个行业啊 比起2017年的时候那是天差地别 其实比起2021年的时候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第二层网络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2021年还是一片空白啊 虽然是说有plasma 但是应用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广泛啊 所以以太坊还是很给力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那个投资周期啊和form心态啊 假如这个四年周期啊成为一种真正的共识呢 我们可以看看啊 就是 不止CZ在聊这个啊 就是很多人呢也拿这个图啊 这个四年一轮的周期来说是啊 这个呢就是比特币的所谓的一个周期啊 如果打破了的话啊 呃 那么可能以后投资啊就没有这么精准的一个分析模块了 但是如果没有打破的话啊 呃这一轮比特币啊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呃表现了 所以呢呃 其实呢我现在其实是在买入加密货币啊 但是我没有all in啊 就是我还是按照我的节奏不断的买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不管他上涨还是下跌啊 呃我都坚信啊 呃那个 山寨币啊或者山寨记啊总会到来 然后我也拿了很多以太坊 我也觉得以太坊 在未来会有一个很好的趋势 好以上呢就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insa财经 欢迎大家点赞点小铃铛拜拜再见